5月9日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李家超 到香港特區政府總部與現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會面 兩人此後一同會見傳媒 林鄭月娥恭賀李家超當選 並祝福她成功組班未來五年帶領香港再創高峰 這場選舉是自去年在中央的指導和大力支持之下 完善了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首輪三場選舉的最後一場 換句話說我們成功舉辦了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之後 按住基本法落實愛國者治港的政治體制 已經是圓滿地建立起來 這個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是至為重要的 林鄭月娥感謝中央在香港面對前所未有困難的時候 採取果斷措施令香港由亂轉制長治久安 她指出在余下任期內還有大量工作要做 包括協助下任特區政府順利交接等 由我領導的特區政府將會為由李家超先生開始籌組的第六屆特區政府 提供一切所需的協助 包括可能大家都很關心的就是特區政府的重組工作 我們會在最快的時間裏面能夠完成相關的程序 與此同時我們亦都會繼續穩控疫情 為日後和內地通關創造必要的條件 亦都會讓香港的社會盡快回復常態 讓市民可以開心心地參加慶祝特區成立25週年的活動 李家超在隨後的發言中表示感謝行政長官安排時間會面 並安排交接工作 由於兩屆政府之間的交接工作是很多 而時間亦都很緊迫 只有大約七個星期多 所以我非常感謝行政長官今天安排了時間 和我會面立即展開一些交接的工作 我首先感謝行政長官安排了後任行政長官辦公室 好讓我在昨天當選的下午立刻可以展開工作 所以我是感謝行政長官由辦公室以及人員安排表示謝意 我也都感謝特區政府在行政長官的領導之下 昨天是舉行了一場成功 而且是很順利的行政長官選舉 李家超表示 在與林鄭月娥會面中談及政府架構重組 防疫抗疫工作及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週年慶典活動等具體內容 政府架構重組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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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亦都在某一些細節方面 剛才與行政長官有交換的意見 亦都很多謝行政長官給了他一些看法 我會回去思考一下 之後我的後任辦的同事 亦都會盡快與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同事 商討細節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